嗨 大家好 我是維佳 今天我們到台中 想說就拍個Vlog好了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呢 是早上凱蒂跟蝸牛要去做一個 手工餅餐盒的活動 那為什麼是凱蒂跟蝸牛呢 因為這個活動呢 四歲以下小朋友是不能去的 它有點像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要管制一下 好像也不能多一個家長進去啦 所以我跟蝸仔就只能在車上等 這個大概等一個小時吧 他們就會做完了 那接著我們就吃個午餐 主要行程應該是要去青澀莊園 上次去青澀莊園應該好久喔 因為有五年了吧 對我上個照片 看起來很年輕 而且我現在已經有點忘記 新社莊園裡面大概的畫面是什麼 因為真的太久了 不過凱蒂還說 在我們大學的時候有去過一次 喔 那個我就真的完全想不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等他們結束 那結束之後就去吃個午餐 醒來了 又超醒的 所以蠻...頭大喊的 嗯...現在已經11點36 他大概是9點半的時候進去的 已經等了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本來我們是有訂11點半的屋嘛 看來是絕對來不及了啦 我剛剛跟凱蒂傳Line 希望應該是直接到新社長園吃飯了 看等下還要繼續等多久 欸真的做超久 好玩嗎 好玩 有什麼東西 椰子 哇 都是小熊餅乾的喔 還有小熊餅乾 還有寶寶 啊 天啊 本來以為來不及了 結果凱蒂說 烏馬打電話來說 可以等我們到12點5分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 要開車過去了 你都不說了 哦 這跟我的講話 反正總之我們是 來得及到這個烏馬中港店 可是中港店這裡真的是很難停車 尤其現在是假日 星光旁邊的停車場很多都很滿 所以我現在停了一個比較遠 國家科劇院嗎 這個旁邊的一個停車場 我走過去可能5到10分鐘吧 我剛才在那邊繞一陣子 好 而且我們位置還在3樓 等一下我要搬推車上去 嗯 站著我叫瓜丟 我們再吃炒肉 豬肉的甜味還不錯 不過他整個吃起來偏鹹 黑胡椒味道比較重 牛角排 牛仔飯好吃 牛味然後油汁的地方也蠻甜的 好吃 走走蛋蛋 我覺得它沙拉味道還不錯 然後它有這個紅米湯的東西 有一點點椒味有甜度 所以沙拉吃起來整個紅白的味道還蠻不錯 可能是因為有一種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可能是因為從停車場過來走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怕有點軟掉有點可惜 什麼是什麼 我剛才吃的是豬肉 現在是牛肉 好吃嗎 豬肉的香氣是比較淡一點 可是還保有一些啦 不過它的焦野的味道我覺得很香 算是調味都很好 豬肉飯飯香香 雞腿煮 那超難入鏡的 雞腿肉 它可以選擇要不要去皮嗎 那一定是不要去皮的啊 沒有去皮比較好吃 比烤的脆脆的 不過它本身的雞肉 沒什麼味道喔 所以說是調味的味道 它有醃料的味道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一點點醬油 還有鹽化的味道 蠻像一般常見的椒鹽 然後還有一點 對 蠻像一般常見的椒鹽味 還有一點醬油的香氣 調味是蠻不錯的 牛角排可以夾洋蔥汁 它的洋蔥汁是不嗆的那種 然後這種洋蔥清爽的感覺 配上這個牛角排的味道 這個有點鹼油膩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軟口一點 還不錯 好 好 怎麼了 吃到那麼多雞湯 這是最後的肉 這是韓風牛肉條 韓風牛肉 忘記了 因為它是線上點餐的 所以我也沒有菜單 就是越嚼越有那個牛油的香氣 我覺得蠻香的 就是韓風的那個醬料味道有點過重 我覺得有點搶氣 比起來比較喜歡吃單純的牛肉條 這樣就好 不過吃起來就是越嚼越香 超好吃的 這一杯是那個 蘋果醋蘇打 是狼月壽星 這個月壽星是 蝸牛 它好像不喜歡 它覺得這個有氣泡就不太喜歡 你喝一口 不喜歡我再喝 好不好 這是酸酸甜甜的 你 你 你根本沒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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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跟 我跟自己喝過一個 我就 我經常覺得 不喜歡 你上次是什麼時候喝的 這就以前 這麼粗糙的話 你也可以講 好不要算 那我自己喝 蘋果醋氣泡 可是它的蘋果醋味道很大 所以沒有不好喝啊 最後一盤是海鮮 海鮮的部分 我們這個套餐 是有蝦子跟干貝 它會幫你烤海鮮 然後蝦子的部分 它會幫你烤好 連殼都撥挖 這個是蠻貼心的 很Q又有厚度 蝦子的鮮甜味也很夠 對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蝦子 然後他剛剛還問你說 你要吃蝦蟲嗎 對 因為我們會吃蝦蟲 所以我們就請他留 蝦子大概是我今天吃的裡面 好 好 結婚週點快樂 然後祝美美組快樂 我是說 他說這個 就在跟你一樣 吼 我現在有當時了 阿組剛在拍張照 在跟我說 然後這個是找到 在秀陳姨妹的 然後 雞香黑密糖 好好 謝謝 怎麼都沒有 shirts 怎麼會有結婚週點 我先拍一下 還沒吃到干貝 我講一下干貝好了 咖啡好吃欸 咖啡好吃 咖啡海鮮味很濃厚 很鮮甜 對啊 我自己覺得海鮮比說還好吃 它有個大盤 然後我有放低落 就是說本來高天井當月生日 然後這個還有典分週年 對 很意外 這個做座面前應該是給宙星的吧 因為已經在趕了 趕快講甜點 我覺得整天吃起來 口味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肉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淡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鹹甜 然後海鮮我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燒烤不是很好拍 因為我只能拍它攝影畫面 所有的畫面都沒有很好看 而且其實UMA我覺得大家也很多人介紹 這是我第三次吃魚嘛 然後我還是覺得它並沒有到 就是傳說中大家都覺得很好吃這樣 喔對 有雞湯啦 雞湯我忘了拍 雞湯就不錯 而且UMA很定位 我們這個剛好定到的是人家可能剛好退掉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其實UMA的價格其實不算便宜 我們它是2080 當然它服務也很好 然後產點我覺得也有水質以上 可是以它的價位跟它南地的程度 我覺得不是很值得吃啊 啊如果你剛好有定到我就再來吃一下 比起來雖然類型是不太一樣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吃乾的 吃起來還是不錯 好啦 當然我們要走了 你看下一口 UMA中港店 對面就是星光 看到這個帕布羅米 帕布羅米你跟一般的帕布羅包在哪 這我賣小蛋糕 走回去停車的地方 今天真的很熱 出門前就看溫度 好像可以到27度 接近夏天的感覺 我們剛剛最後沒有吃完 所以我們現在冰淇淋還帶出來 因為套餐之後是送兩個人 還跟著要吃冰淇淋 趕快回車上吃那個冰淇淋 可是也是因為我們很晚到啊 吃得很趕 真的是對不起下一組客人 我本來以為是吃不到啦 可是想不到店員還允許讓我們進去吃 你剛剛做了什麼東西 哈畫 這是誰 這是五尾熊叫什麼 樂隊軍 樂隊軍 我覺得這是一個冷姿勢欸 對啊 這好難喔 沒人知道他叫樂隊軍 而且你知道他幾歲嗎你猜 九歲 他比高尖體好大 好厲害喔 但是這個不是樂隊軍 我的是女生 他想表達他畫的是女生 是寶爾姿妹 可是這隻看起來是男生啊 他有畫一個蝴蝶蝶跟小花 你看不出來 欸 在哪裡 這裡蝴蝶蝶 為什麼蝴蝶蝶是黑色的 因為沒有什麼餅 喔喔 好那你還做了什麼 餅乾 這包包跟貼紙 還有小香餅乾 小香餅乾 小香餅乾可以讓你選口味 他選了草莓口味 我看一下 它是做了什麼 外面的盒子嗎 沒有啊 就只有那張紙 只有那張紙 對這只是你可以選一盒餅乾 對然後那個包包是送的嘛 喔 後面是一個包包 然後還有一份貼紙 小香餅乾的貼紙 剛剛我入高興梨的時候 是不是有兩個拉妹經過 太可惜了 來不及告訴你呢 那是穿怎樣 就是穿那種露度裝 喔就是只有兩截的 對對對 然後裝很濃 看起來滿正的 我只能回家請你穿的 太好笑了吧 我剛剛去繳停車費的時候 發現只要五十塊 那上面寫半小時十塊 對我本來以為 那個半小時十塊是平日的時候 摩托車 我以為是摩托車 那邊是那個國家歌軍院 竟然那麼便宜 我很意外 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去新社古堡了 可是要快四十分鐘了 到底我們到那邊都三點多了 到底去哪裡 而且今天真的滿熱的 還是去吧 不然我們這一集太無聊了 這一集就沒東西可以 去兩個地方 對啊這樣太無聊 只要我們這一集拍起來 剪片應該不用五分鐘吧 好啦我們還是去吧 GO 這個牌子寫停車場跟出口 可是你看這邊是停車場 然後 這邊也是停車場 好吧 他說得好像也沒錯 因為前面好像有一個 很像出口的東西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 金色莊園 我們在來的途中發現 往下開的車子非常的多 我們在想說為什麼 那麼多車子要往下開 他一下才發現 金色莊園只開到六點 現在大概是三點半左右 所以我們大概逛了兩個小時 他就要關門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趕快去逛逛 這個在停車場旁邊的是這個 新色古堡花園 我記得我看網路上介紹的是 他是說他是叫秘密花園 然後這看起來是從這邊的樓梯上去 可是因為我們帶推車不能進去 所以這個點我們就只好放棄了 看起來裡面是蠻酷的吧 大概可以繞一圈的樣子 我記得啦我看網路上的圖 可惜啊 這漫畫園 你也會不會拍我 你要拍我嗎 好可愛 好可愛 你會不會拍我嗎 你會不會拍我嗎 好可愛 我們把我們把最好的腳踏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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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邊拍照有名的點 就叫羅馬狗門 就是這邊有一些狗門形狀的 變獨舞的樣子 今天比我想像中還要少人 我本來以為狗門這邊會都是人 因為這邊感覺還蠻好拍照 哪裡有葡萄 真的耶 有一個葡萄耶 我覺得這裡蠻多點可以拍照的 不過人也不少啊 但是我覺得已經比我想像中還要少人 可是我覺得這裡推推車是有一點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比天空自然好而已 對 是比天空自然好 因為天空自然太累 每個人都會有什麼事 他們都會想像 我們把我們把最好的腳踏進去 這馬桶就是湖中間 他有一塊凸起來的地方 所以後面就可以看到全部的景 這邊的話這個是六角亭 等一下我們會走過去 中間這個應該是古堡餐廳吧 那個是什麼我忘記了 這個過去後面那邊就是狗門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座橋 可以先到這邊拍個環景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我不記得以前樹這麼低 我只記得以前有這個步道 沒錯 然後這邊呢是小毛艇 就是在有一些用毛床做山的 這邊人好少喔 是不是大家覺得這裡沒有很漂亮 我覺得他比較像馬桶 我們這樣繞發現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寫波 所以車超不方便行頭 有一些地方有啦 可是現在不知道夠不夠的距離 從橋這樣過去然後繞著湖 然後一圈 然後回來然後再搬上去 你覺得爸爸很厲害是嗎 我剛剛說的這個不知道什麼 這個就是古堡 好像沒有開放 因為上面看起來沒有人 然後這邊就是酒莊餐廳 我們可以拿券去折禮100塊 快一點吃的 這個石頭組成的鞋坡 我覺得推車應該也是很難推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找另外的鞋坡 我們來這裡就是不斷地在找事 然後這邊是那個酒莊餐廳 因為它的後面這個牆上面有一些很慢 所以蠻多人會在這邊拍照的 而且建築園蠻好看的 中間這個部分就有很多藤蠻 就會有人在這邊拍照 真的蠻好看的 好 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 好 那今天就差不多 最後六角亭那邊我們就沒去了 因為現在已經五點多了 它六點就關門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剛剛去酒莊餐廳吧 然後它裡面還有賣飲料 路遠的那個100塊迪用券 它是不能一起用的 所以我們只能買兩杯飲料 然後我一邊買的是椰子汁 它喝的很爽 因為很熱 現在真的超熱的 根本就是夏天 然後現在園區裡面也沒有什麼人了吧 大家大部分都回家了 那最後我們就在酒莊餐廳這邊拍照 而且像現在還有人在拍婚紗 整個園區啊 雖然它入園250 我覺得是有點小貴啦 但100塊可以拿來 100塊可以拿來摺飲料 還算OK 雖然飲料像拿鐵就是150 所以還要復古之況 賞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裡面拍照起來 算是蠻漂亮的 只是我覺得真的是要挑 平日比較沒人的時候 拍起來會比較美 總之我是覺得裡面還蠻適合拍照的 好好好 還是可以來逛看看 我建議真的是要挑冬天的時候來 不然這樣走一走 真的還是蠻熱的 還有推車 不是很好推啊 雖然它有一些坡道 它感覺就是做可以推推車的 因為推車不只有嬰兒嘛 還有寵物的推車也有可能 我覺得這部分就是 有待推車還是盡量不要來比較好 不過它已經比天空之人好推太多了 天空之人實在太慘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不要錯過 我們家庭兄弟下次見啦 掰掰 你看就是有這個鞋坡 所以還是不建議在推車 我們又在這裡行軍了 對你看 你看 7點半就起床了 怎麼還這麼有精神 什麼的收集的錢 停車清潔費 對剛剛忘了講 停車清潔費要50塊 然後我們進來是用農幼券付的 因為我們農幼券也誇過錢嘛 農幼券應該是到4月吧 對啊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玩 欸還沒結束啊 哈囉我叫瓜牛 大家都知道啦 人家買的小熊威尼 小蜜蜂的麵包 它是什麼味道 這是小熊威尼 它是什麼味道 這是它的牌子 對那是它的牌子 太近了 太近了看不到 太近了看不到 好那妳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大家 掰掰